這意思是,他現在受傷了, 因為他有神的法律, 因為他完全犧牲於自己的身份。 不僅如此, 他將自己獻給所有人。 這意思是, 在最後的聖誕節, 開始在聖誕節前。 以耶穌自由的意志, 以耶穌自由的意志, 他願意分享他自己的身體, 他自己的保險, 直到今日, 直到未來, 永遠。 聖誕禮, 聖誕禮, 這就是聖誕禮, 也就是我們為什麼要來到這裡。 這是極致的神的奧秘。 主持人。 所以, 現在, 因為他邀請了聖誕節, 並非聖誕節, 而並非聖誕節, 並不是聖誕節, 並不是聖誕節, 也ض在聖誕節。 然後他們非常高興地回來, 告訴耶穌說, 現在連魔鬼也聽我們了。 有些人會問, 難不成外面的人, 每個都被鬼附身了嗎? 過去是有很多人, 但是其中的含義不單是如此。 因為過去在虐待的偽藏、 在虐待的活動、 在虐待的人的活動、 在虐待的血液、 在虐待的血液中, 就是虐待的血液。 在虐待的血液中, 我們可以看到, 尤其是在虐待的國家, 在虐待的思想中, 在虐待的思想中, 在虐待的方式中, 有很多中國人, 也有些虐待的方式。 我不是說這些人是邪惡的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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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是說這些人是邪惡的。 我不是說這些人。 聖經也沒有這樣說, 因為有很多人, 也有很多人, 學者、哲學家, 神都將他種子放在他們的心中。 但你也可以看到, 虐待也有很多行巫術的。 這些人是在實踐的。 其實他們知道, 這就是福祉書所說的。 所以這就是福祉書所說的。 這只是一開始來摧毀的魔鬼。 耶穌非常喜悅地說, 因為耶穌說, 我看到魔鬼從天摔下來。 我看到這個事件是何時發生呢? 因為神父, 後來變成人物, 就再生存了。 他看到, 神從天上墜落到福祉, 神從天上墜落到福祉, 然後他墜落在地上。 神從天上墜落到福祉。 當我們說, 在聖禮中, 讓我們站在地上, 讓我們站在地上, 讓我們站在地上。 對嗎? 這就是聖禮的聖禮, 讓我們站在地上墜落到福祉。 我們會看到, 我們會說在文章中, 當我們再次的聖誕節的入口。 所以,記住這段時間, 這是聖誕節的聲音, 在聖誕節的聖誕節中, 有些人會問說, 難道我們要战魔鬼, 為何要戰鬥我們? 當然,我們不需要關注, 我們不要太管宗人的與神, 因為我們沒有頓獎在佬祿的。 我們只要不管宗人主義, 專注在耶穌巴默 lekker, 但我們不能太管, 具竟對我的鬼、 或者做我對我的鬼會。 通常是魔鬼沒有對我們做任何事。 魔鬼根本不需要讓我們做任何事, 我們自己就再墮落。 我們常常來譴責可憐的魔鬼, 這是不公平的。 我會給你一個例子, 我們會說, 上個星期, 我們會說, 因為昨天我們會說, 上個星期, 我們會說, 上個星期, 我們會說, 撒種種子。 我們會說, 有些地方, 有些地方, 湖枕或是不在地, 有些地方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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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些地方不是很好的地方。 我們會看到, 後來我們會有咖啡、 和這個地方, 要講解神的道德, 然後有些地方, 有人會說, 我會說, 我不會不在意, 我會說, 那是撒旦對他們的影響嗎? 絕對沒有。 我曾經說過, 很多次是我們, 我們有不好的習慣, 我們有不好的習慣, 依附在這些壞習性上。 當我們閱讀聖經的時候, 我們必須擔任我們自己, 問我們自己, 我自己在哪裡? 當我們閱讀聖經的時候, 我們將自己自身在裡面, 想想看,我們是擔任哪一個角色。 我們今天讀到福音書, 講到很多不同的名字, 就是讀到使徒書信。 保羅提到, 與他一起同工的信復。 我們看到, 第一次的社會。 不同的名字, 他們的名字, 還在今天。 我們看到,